北韩上个星期六宣布执政的劳动党将在九月份举行一次罕见的代表大会 选出新的领导人 分析人士认为金正日在2008年中风之后 健康状况不佳 可能是导致北韩提早部署权力接班的原因 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自从北韩1948年建政以来 只有两位领导人 金正日和他的父亲金日成 如果照片中的金正寅继承他的父亲 将延续共产党国家中唯一成功维持世袭制的权力转移 金正寅在瑞士和北韩受教育 外界猜测他现年约27岁 此外对他知之甚少 国际社会认为北韩继承了韩国海军的天安舰 持续谴责北韩 北韩在国际社会中越来越孤立 最近在多伦多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 美国总统奥巴马坚定地表示 支持韩国总统李明博 他说 国际社会团结一致支持李明博 向北韩传达明确的讯息 他们这样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 这一点至关重要 北韩的回应是威胁加强其核武器能力 究竟这只是文攻武嚇 还是会真的采取行动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东北亚专家克林娜说 过去我们也曾经历过 北韩声称他们有比原子弹更强大的武器 让我们害怕会不会是生化武器 最后发现原来只是北韩人民不去不挠的精神 韩国的抗议民众不相信金正寅接班后情况能有多大的改善 世界上没有一个像北韩这样的世西制国家了 我们不应忽视2200万北韩人民 正在金正日世西政权的统治下受苦受难 分析人士指出金正寅接班后 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头衔或者议会职位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正导